联络电话 06-271-6616或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你要是一切都合理 你不沦回到今天 合理的是显说 师父用不合理的教导你是密说 显说对蠢蛋教的 密说对上上个人教的 他不会告诉你 只要你自己悟 显密有没有圆融 有没有圆融 就是要利益众生而已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用密说 大部分都要讲的道理 你看比如像显密圆融根本不应该说的 都还要叫我来说 你就可想而知 那只好说了 不然怎么办 你如果不说 哪个说那事不办 不能够说 你如果要说 说一支长长又不能够说 不能够留说 不能够说 所以刚刚安排我去隔壁的大楼休息 我去睡在地上 我说人家床这么干净 枕头这么漂亮 我们这种 五着二四的身体 不好意思弄脏 我看地也蛮干净 我都睡在地上 但辗转难免 因为怎么不能说中要说 那怎么办 当然我只想了三分钟而已 我就睡着了 为什么 反正坐起来 有释迦老佛爷 有观音菩萨加持 该说的就是说 不该说的自然不要说 所以睡得好 我就睡去了 睡到一半的时候 听到陈薇在楼下吆喝 我就醒来了 一看 四十分钟 刚刚睡了十五分 可以了 那我就知道怎么说 今天要告诉诸位的是 以修行的角度来看 世尊一定有显说密说 古德在教导地址 也有显说密说 那因此法门也有显法跟密法 那么更进一步的讲 显中有密 密中有显 再进一步的讲 显即是密 密即是显 显密不二 名为显密圆容 能修的人 显教不成 显教像密教 显教有密教的 什么呢 不可思议 跟无限广大 究竟圆满的 教法 那密教 有清楚不过的 修道 要轨迹 原理 跟利用 但正要说时 无有名相 可说 只是这样而已 这是 结论上是这样 那我们要 进一步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会是这样 再讲回那个故事 他全身这样子的一个 痕 疤痕 请问你悟到什么 我刚才已经稍稍 跟你们提到 悟到了 师父的教法密意 那这个教法的密意 它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 他居然用最不合理的 手段 打骂 苛责 甚至要他跳下去 去摔死 那种样子 来进行 我们中国 有男犬斩猫 甚至有居子一子 有个师父 他每次跟人家 人家来问禅法的时候 说 如何是祖师希来一 一句话不说 我这个动作不错嘛 怎么不照相 然后呢 师父啊 怎样是 佛法究竟处 师父 请问 念佛要怎么样 一心不乱 那旁边有个小徒弟 像这个小沙咪 小静人这样 做书卦 很简单 问谁都把他吐去就好了 是这样 有一天大师父出门 小适者没带出门 今天呢 当年没有 没有LINE 没有Facebook 也没有电话 所以人家要来找师父 没有办法事先约 他就一群人又 穿着架裳 又很真心的来 求法 哇 这一群 方上和上不在 没他也好 没有塞备 但这样子啦 请我们 四者小师父 出来呢 回答问题 小师父 那有什么困难啊 大军师父去教 看着你 然后就有人来问 很恭敬哦 大一哦 顶礼三拜 他也出色 要问法 当然先顶礼三拜啊 顶礼三拜 请问三咪师父 如何是主师息来意 看清楚哦 看清楚 就这样 然后那个 那位老兄居然也开悟了 好高兴啊 信心坚固 开悟了 回去之后 就开始在Facebook 发布消息说 哇 那个三咪师父好厉害啊 他也教我这样 然后我就有悟了 这消息传出去 他师父没多久回来了 回来了 人家就跟他讲 哦 这个三咪多厉害怎么样 然后说哦 这个师父在想 这口高音啊 我没来 他就跟他叫过来 毛毛三咪啊 过来 那个人家问你 如何是主师息来意 你怎么回答 他就又举出来了 就又举出来这样 一根举出来 你看他师父多狠 古时候人带戒刀的 戒刀拿起来 砍断那只手指 你以为是怎样 你以为他师父在惩罚他 不是 不是 啊他喊痛啊好痛 冲出去要去找医疗的师父 冲出去的时候 就在那个门口上 他师父已经把门锁住了 锁住的时候呢 他就打不开 又痛又急 这个时候他师父不急不缓 问他 三咪啊 如何是主师息来意 他已经都学了师父那一套 转身又要一指的时候 哇 那只不见了 当下大悟 有无不可得 身心不可得 当下大悟 你看 这样子熟眼 如果没有后半段 你一定骂那个师父疯了 已经打113 去告副佑科 副佑专线 是不是113 对不对 师长 113 马上打过去 然后就说 这个师父发疯了 虐待沙咪 还残害沙咪 一根指头 让你无量节的生死断尽 有那个沙咪啊 你看起来 就差不多他要还俗了 我在想啊 妈妈也恭敬 也扶持了这么久 我可以收手不动手 他大概就挂了 他如果动手的话 我也知道 大概结果是什么 我在想啊 没关系啊 这也不算什么牺牲啊 算是报报佛恩啊 但我在想 也最后一次啊 我不是参功 更不是古德 更不是居子一子的那位大德啊 他也不是那个沙咪啊 有那个能耐 算了 一次就好 一个生日师父要教导徒弟的时候 他是显密并用的 他有显说 有密法 他有内心甚深的用意 他是无法一一说明 说明完全不值得 说明就不成为教法了 你懂吗 说开了就不成教法 所以密法不能说 我要消你的业 我如果先说了 我打你骂你 你不会起心动念了 就是要动心忍性 让你在回归不动摇 那才是能消业障 我能说吗 我难道要求你同意 我才下手吗 抓住沙咪 要打你了哦 一二三 好不好 好不好 OK 好 OK 会不会太痛 那轻一点 轻一点 有这样教的 这样有效果 这在演戏了啊 这已经不是在教导了 这已经在消业了 这跟爸爸妈妈气起来 在打儿子 完全不同的哦 为什么 因为爹娘看儿女 是她的生之所愚 性之所移 命之所计 是唯我所依 唯我所有 所以她不乖 我动无名啊 我打她 是无名行为 师父 已经知道这个徒弟 下去就要出大灾难了 也造得这么重了 什么样大法受不了 这个时候他是大悲心动 现最丑陋的魔王相 修罗相 损几利他 然后他能告诉你 徒弟啊 我损几利他哦 帮你忙哦 我现现修罗相哦 要知道 来 眼睛闭起来 我要揍你了 有这样子修的 有这样子吗 有一个师父是能这样教的吗 他现修罗就是修罗 不然就不叫修罗 不是修罗 不能行修罗法 修罗就是愤怒的 本尊相 看到现在这种愤怒相 就是真的愤怒 这个时候你再反过来 哈哈哈哈 师父你都没收音量 我只做担担败 你就这么想起了 你是要想什么 这个师父完全没办法教了 他现在跟师父巧这些 巧道理了 你懂吗 旁边人去巧 师父不会跟他辩论 受教的人不懂 密勒日巴的每一个横八 就是在我这样子的心情之下受到的 每一个横八都是无上的密法跟加持 你要体会不出来 这个下面的所有故事 下面的所有道理 你通通不懂 现在的南修就是把西方的那一套 所谓的合理的教育 放进了佛门 他已经心中没有圣者 没有教育者 所以他不相信他的师父对他的密意 跟善巧 你要知道 一个师父要去教导一个徒弟 要断他的货 要消他的业 当他动用这秘密法门的时候 他是不会用合理的 合理就不叫秘密 所以我常常讲 佛法是什么 在不合理的地方看到合理的道理 所以秘是什么 一切不知当中 你相信他有不可思议的密意加持 所以他需要师徒之间绝对的信任 原因在此 所以我不收徒 原因在此 我也不敢收 所以自古以来 这个法门就流传着 从来就是圆融 没有分离过 当然了 显说中有密意 密意中有显说 这又是再进一步 你看 密日巴把衣服脱开来 这是显 但一显之后 看到的是秘密的法门 这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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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八 八横 都是秘密 他没讲话 但是都得你去悟 当事人都得去悟 所以他叫做 密日巴 他能受这么多的 加持贯定 他也把这个法门 传给了后代 所以他在临别的时候 只给一次机会 你看清楚了 再看 密法变显教 显缩了 所以能物 凭的是信心 古来又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位法师 他讲经说法善巧 大家很欢喜听 那么听众当中 相当多 在西域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西域 现在的 这个 新疆南部 回族的人所在地 当年叫做西域 大概就是 思路的南北路 之间 都算是西域所在 那么他们的教法 跟当今 中东一带的教法 就是现在中东一带 当年 这两几处的教法 都很接近 就印度为中心 向东 向西 传的时候 两边的教法很接近 那 这个故事是发生 在西域 有一位 法师很能讲经 那么来听的人 各个种族 各个教法的人都有 那来听的时候 有一次他经讲完了 那么就 有位老 老先生 老法师 老书家人 就顿顿的 傻乎乎的 这样来问了 问了 有什么问题呢 他就居然问了 很恭敬 很恭敬的问了 就是大家都离开了 他就来 做钱 鼎礼 三拜 恭敬的问 说 他问的是 声闻法 他说 请问法师啊 你讲的这么好 我跟他们说 我那个业障深重 我都听不大 不过我很想修 想正出国 你告诉我 怎么正出国 哪有人这样问 对不对 正出国 那是多么复杂的事 那出二三四都是不容易 尤其出国最难 虽然他最基础 但是他最难 因为从凡夫入圣道 最难 那出国已去 二三四 过 那顺水推舟 方法差不多了 你就已经熟练了 那就比较OK 出国进已去 不会再退度为凡夫了 所以最安稳 那么他 我怎么能出国 那老师想 哎呦天啊 我讲了半天 就是讲了 叫怎么修行 他居然 问我怎么正出国 那我怎么 从头怎么将棋呢 他看他一眼 顿顿傻傻的样子 他就跟他讲 不然这样好不好 我跟你讲 他就想要玩弄他 因为傻乎乎的嘛 那看起来就 就觉得很好玩 他就跟他讲 突然间心血来潮 他就跟他讲 这样子好了 你到那个角落去蹲着 我叫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你就可以正出国 他想 他真的相信 他真的很恭敬 哎呦感谢法师 他真的就在那个角落那边 啊 多好啊 多好啊 然后那法师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人家供养一些 一些那种 打包起来 像球状的东西 大概就是那种 用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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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泥牛皮 包那个书油 一袋一袋 然后可能不是书油 就是比如说那个 斩巴啦 这一类的 土类的 但小小一粒 不会太硬 也不会太软 也不会太重 这样 他就拿 人家供养 就是当做容器这样 供养 因为经讲完了 就会一堆在这里 还是什么面粉啊 什么的 软软的 这样 一粒一粒 他就跟他讲 然后就跟他讲说 你想不相信我啊 我相信 我现在法师 你讲经讲这么好 我一定什么都相信 好 现在一念不生 有没有一念不生 他就跟他讲 有有有 一念不生了 一念不生了 好 不要动摇 不要动摇 他要去尿尿 好 不要动摇 不要动摇 就这样一 就丢他 就往他头上一丢 他这样 一打到 然后就 撞到墙壁 这一撞到 打是一念有 痛是一念绝授 然后靠墙壁 是一念 身心的互动 然后这一念痛 这一刹那呢 发现 缘起相了 原来痛非我 我非痛 痛不可得 当下正出口 正出口 鼓掌一下 为这位大德 鼓掌一下 怎么正的 身心安稳 信心坚固 哪怕是玩笑之法 对你都变成秘法 结果他居然 你自己自正出国 自知哦 他仍然一念不动 说那我怎么正二国 他说 你继续到那个墙角 因为 这个丢他的人 自己没有正国 你懂吗 他只是一个 讲经的法师 自己完全没正国 所以他看不出来 他正出国了 你们还会鼓掌 他是不懂得要鼓掌 他觉得好好玩 他居然也相信 然后 他居然还跟我讲说 他正出国了 他觉得这个是糊涂蛋 那居然这样玩下去吧 他就说 那这样你到那边去 你就知道怎么正二国了 他就真的一念不动 但他走路 他走路的时候 这个走路的时候 身心 不可得 他已经悟这个道理了 他就走走走走 那个角度上面 他一直在悟 那个身心不可得的时候 他就说 现在我怎么正二国 他说 跟刚刚一样 身不可得 注意了 又丢过去 又撞一次 身不可得 你要知道 出国 他能 断的是 失货 所以刚刚一念不生 那个失的见解 原来 不生不灭 不可得的 所以那个失货 就给他断尽 现在失货 所以断尽 身体有种种的干扰 你懂吗 你老爸是做佛 也得吃饭 所以这身体的干扰 这是无始以来的什么呢 习性所生 当然习性是身为人不讲的 但是在身为人来说 那就是什么 失货 失货是什么呢 失货是一种情感所生的一个 对身体 对欲望 的不舍念 但已经不是见解上 所谓的执着 执着横长 等等这样 见解的过失 已经不是了 是精神 是一个情绪层面上面的 无你 这就难了 就比较难断 他走过来的时候 正在观察身 无我 观察身无我 身是一切苦惧 也是一切烦恼 情爱的所依 是不是这样 男女情爱不是先爱身体 不然还是什么 对不对 没有身体 你没有情爱的对象 对不对 你荷尔蒙不起作用 没有情爱的对象 对不对 他就 他走过去那一刹那 他就观察这样身体 情爱不懂 走过去 他还是一样一念不生 这么一打的时候 这一次观生了 他在打东空 果然 生也不可得 增二果 然后他就说 我已经增二果了 能不能再增三果 可以可以 叫他第三个 第四 第三第四 到了正四果的时候 他已经发神通 神通一发 马上一念之间 知道这周边 他过去 现在未来 原来他过去 是一位大法师 教法甚深不可思议 已经懂很多 可是 令法 令法 不说 不要说经 你听懂吗 不讲法 那令法 就让他这一辈子 傻乎乎的 爱听佛法 但听不懂 其实都在身心里 他没有丢失 也因为有这个姻缘 所以你等一下 不要叫我丢你 因为你可能不是 这个姻缘的人 他有这个姻缘 所以他这样四个角落 再加上他有求过忏悔 他观察到 他自己求忏悔 求忏悔 然后跟这位法师 久远节来做师兄弟 特别对他有信心 然后他也护持他这位师兄 所以彼此有恩德姻缘关系 所以他能利益他 所以他还要很多这种 过去的秘密的姻缘 来成就的 师徒姻缘也是过去秘密姻缘 成就的 也是这样 所以他已经完全知道了 然后他在观察到 这位过去节的师兄 同参道友 那还是欢呼 他就起一念慈悲心 马上起慈悲心 就身上虚空 身上出水 身下出火 身下出水 身上出火 或大生或小生 行住作祸 入地如泥 永空如地 哇 现种种神变 把那个法师 我带什么精灵 吓坏 然后他就在空中下来 跟他讲这过去的姻缘 并且真正的感激他说 虽以玩笑之法 但是内念心不可思议 这是秘密法 最大的秘密这是这一念心 叫做不思议一念三千 这一念不思议心 他跟他讲说 当身文法讲不出这么大的道理 他只跟他讲说 你虽然用玩笑心 但是我用自成恭敬念 来修着身与意 身念处 受事苦 心无常 法无我 身不敬 这样子的修法 思念处的修法 四处让我成就 事果阿罗汉 那我过去如何如何 他讲这个姻缘 然后成就 身为人不懂秘法 今天这个故事是身文的故事 但以大圣来看 这就是一念心的秘密 所以说你不要去想着 师父的教法合不合理 你看刚刚那个 这位法师的教法完全不合理 根本就开玩笑 开什么玩笑 开的是让你开悟的玩笑 你看 教法本身没有究竟高低跟好坏 有没有 是受受的人的如何而已 受法的人的如何而已 所以有人念 南无阿弥陀佛 有人念南无阿弥陀佛 通通去往生 没有说 阿弥陀佛现前了 不好意思 你念欧 我是伯的 你把我念欧 所以说 你 可以来极乐世界的外边 villa而已 不能进极乐世界 你念阿 可以进来 因为你念念心 是要求生极乐 念的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你的口音 整整差别 当然以梵文来说 阿弥陀佛是阿字 是A开头 用拼音法字 是阿 你可以这样 但你也不要笑人家念欧不对 意思是这样 所以有人说 我当年还在学佛的时候 那都是菩萨四线 我有一个学长 陈大的学长 他看我已经在念能言咒了 在念 然后他就说 念很好了 不过我现在不念 他就这样跟我讲 我说 学长你干嘛不念 我要把每个咒音都搞清楚了之后 我才来念 我心心想 驴年马月 等到驴年马月 有没有驴年 十二生肖有没有驴 没有 没有驴 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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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驴年没有 马月就不用谈了 所以你等到驴年马月去 我相信他到现在还没有念第一句 这样懂的意思吗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 你的心 咒语是发自于心的 那你说他咒语 当然是要准才好 这没问题 但是有时候你的因缘 你的因缘 你在好